请我们苏主委 请苏主委 主委你好 我想虽然今天是拍 要就电子邮件滥发这个议程 不过我想本人还是就NCC的审查 就教育苏主委 你们2月15号 也刚审查这个办理 所谓的这个有一个暗示产 吉隆等11家有线电视股份 有线公司股权转售让案 那这个案子股权的转让 其实对人民而言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因为整个旺中集团买中家 他整个不要说他有没有中资 光是资金的来源 和那个持股的这个复杂度 连审查委员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如果就从最近媒体上 或上个礼拜讨论里面 不论是立法院或者是民间社会 这从上一届第七届 我们在立法院咨询之后的这几个月内 这三个月内所发生的事情 就足以证明说这个财大气出的蔡先生 真的是对媒体界的凌迟 侮辱真的是可以说是 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规范了 而且这个在旺中病中家都还没审查通过的时候 就如此的嚣张跋扈 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的苏主委 今年从上一届的12去年的12月到现在三个月里面 就光是在发中天啊 谈话性节目啊 新闻里面炮轰指责他的学责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让整个整个所有的媒体大众传媒成为他个人意志的工具 这件事情的表现是无庸置 一览无遗啊 所以主委 你们现在这个案子 我记得立法院在上一届 也做成一个决议啊 我们还决议说 你必须要尽快的完成他 他就 所涉及的公司时收的资本 外国人的持股 党政军的持股 以及他就市场水平垂直整合的情形 要进行调查 那对于整个言论的集中 这个所有权的集中化和意见多元性 他的冲突 或者是他还跨中式中天 然后中式平面多媒体经营 还加个东森系统 还加上他这个 整个有线电视产业 系统业者的这个并购 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有多大 你们要提出评估意见和建议 而且要到立法院来报告啊 那我要请教说 你们就这个部分的评估 到底做到哪一个程度 有没有准备好了 要可以到立法院来报告了 报告林委员 您讲的所有的意见 对于我们审这个案子都非常重要 那些都是在我们这个审议的 这个参考的相关的资料的收集当中 这个案子确实很复杂 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在进行 我是问你说 你们的了解了解好了没啦 那你们对于整个上下 整个有线电视产业的上下游 水平垂直 所有的影响 还有他会不会造成这个言论 规模太过于大 造成所有权在这么集中 会有损于意见多元性 这样的评估 和这样的一个准备的资料 资讯 还有相关的这个研究 到底有没有准备好了 可以到立法院来报告了 那你能不能用书面先行报告 我会尊重立法院相关的决议 不是相关的决议 有的是说你们 即便委员在这里 那我正式来请你回复 你能不能就这一些 那给予本席或交通委员会的委员 那给我们一个书面的答复 就我刚刚就教育你 而且你们都知道的 可以对外说明的部分 我会提供 会提供 我们刚刚问你的 你有哪一些对外事不能说明的 请问就是说 他整个对 整个频道市场 有线电视市场 集体上下有产业的影响 及所有权集中化 和意见多元性的 这个冲突 那这样的研究 有没有结果出来可以让我们知道对我们做一个报告 这些哪一项是不可以公开的 哪一项是不能公开的 报告委员 我刚刚所说哪一项是不能公开的 报告委员这里面因为是审议中的案件 所以那个很多的东西我们有资料 那么正在收集当中 这一些不就是 不就是应该要审议的参佐的意见 而且是公民社会有资格问一个独立机关 你们现在在审议这些 会不会对这一些东西有影响 我们就是要问你们 那你们应该做调查 然后就到立法院来报告说 他们现在的集团的规模 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是 那个也报告林委员 谢谢你对这个案子的关心 那这个部分我想根据现在的 那个政府资讯公开法 那么第十八条里面 有特别提到就是政府机关 做成议事决定 就是对于正在审议的案件 那么内部单位的 不管是你搞或其他作业准备 还有相关的规定 那么现在是限制公开的 所以特别跟委员抱歉一下 我们这个审议的部分 有一些文件在审议当中 还没有决议之前是限制公开 我没有要你们公开你们的内部讨论 也没有要你们公开你们审议中的这个细节 我们现在要请教育你的 就是说公民社会 请求民意代表到立法院的部门来 向行政部门说 整个讨论望中集团对言论集中化的影响 那请你评估这个集中化影响会有多大 这个东西跟你们审议 那它允不允许有什么不能公开的 现在这个部分还是在讨论当中 我们委员会还在这个地方做 这里没有讨论的 所谓的讨论是依据调查资料 进行这个讨论 那我们要讲的是说 你这个东西的调查资料 基本资料也是我们公民 人民有权利应得知的资讯 依据资讯公开法 就公共政策或者是公共议题 政府应当要接触本于资讯公开的原则 你要回答公民社会说 这个所有它对上下游产业 它大概是占了多少的比例 它对所有这个言论集中的影响 会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难道公民不应该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现在就苏衡 苏主委 现在不要假装说 假借着我们正在审议 然后进行护航望中的这个实质 他们在审议 但这个都是必须在公开 在成熟的公民社会里面 这最基本的database啊 现在有多少的 他们多少网 多少的有线电视户 然后整个多少的新闻台 那影响有多大 这个怎么会是需要保密呢 我刚才已经跟林委员报告 第一个绝对没有护航这件事 绝对没有 第二个是他们已经公告出来的资料 我们这边官方有资料 像您刚刚关心的 就是他们并购的相关的这个系统业者的订户数 这个是公开的资料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提供委员 那有一些资料是审议当中 那有还没有办法公开的部分 没有办法公开 但是能公开的部分一定会提供外界 你要公开所有的 主动公开所有的资料 不是我问的那两项 主动公开以后 我们依照数字 依照你所公开的数据 人民自有公平 而不是你在这里 委员要一个到底多少户数 我还会不知道有多少户数 大家都知道有多少户数 但就不是只是要一个户数的资料 我们今天要讲说 这三个月里面来 你们都审议审议审议 就已经拖了这么久 我们要再告诉你 这三个月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都足以让你们驳回 而且认为不应该了啦 从你们大富美里面 你们要求他这个 怕他们集中垄断 造成这个伤害 所以你们禁止他们去做新闻台 财经台 那如果用同样的标准 在这里其实也不行 那如果说不检视这个 你们自己自身作为的自相矛盾 我们光是看到 发生的事件 就C咖事件换掉主管 就六四事件 拿着媒体的节目 来攻击跟学者对杠 就最近的自由事件 自由时报事件 还可以这样子来 大辣辣的直接 缩始节目进行 对平面媒体做斗争 这光是这些作为 都足以证明它是不足 而且不可 让它这个助长 这个媒体怪兽的 这个怪兽的成长 所以光是这些意见 为什么这些东西 民间 大家都 都有这个疑虑 因为它过去所作所为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次的重申 这个案子 光是这三个月内 它所做的 是 它所做的 这个 这些 行为 就足够 让所有的委员 做出 予以驳回的 决论了 委员刚刚提到的 这些相关资料 我们都会列入参考 而且我要再提醒你 七位委员里面有三位 是退席抗议不审的 而且 这个猎人头事件 这三位委员 都已经是 深受其害过了 所以 七位 只有四位在审的状况里面 这样的审议 我们要说 其实但是已经是一个 非常偏差的审议了 这样一个独立机关 对独立机关而已 伤害的就是 是NCC本身 三位委员 拒审不审 它其实就是一种声音 而NCC 仍然还要继续护航 其他四位委员继续审 三位委员拒审 光是这个事情 伤害就是 NCC本身 我在这里再次的提醒你 我们再次讲一下 就是谢谢委员指教 您的指教 我们会 这个接受作为参考 那关于这个护航 绝对没有 我再次重申 那我们四位委员 现在是依法审议 所以我们依法审议 会议到你 关于这个声音 没有 我们下一个 里面我们下一个 判断水 给你们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